比如说公寓的话 我们还要去寄人家 对 很麻烦 对 没有 他比如说他公寓 他公寓他下面有那个停车场嘛 还要是租的 也是要付费的嘛 对不对 所以又麻烦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们自己放我们的车 要几十拿出拿进都可以 那是这样 对 因为所以说 现在呢 我们当地人大部分呢 买的房子 都找到那个金边的周围 金边的周围 那金边的周围 一二楼这样的话 他差不多 也是靠近金边十几万 一二楼有六十平 就是偷贴 然后 就是他的那个 价格方面呢 还有占价的空间 因为你在金边首都里面 已经占到很高了 对 那个房子的占价方面 空间不大 那所以说有很多国外人 有的就是在台湾啦 在香港啦 在中国啦 他们一直就是去推销他们的房子 所以说有一些国外人 就是不但知道 一直以为在金边首都 买在金边首都市中心就比较好 对不对 不过说他的价价 那空间已经有限 因为已经涨到很高了 他现在呢 就是空间就是在周围 或是在西港那一带的 因为呢 外面都一直在发展 所以他也降价的空间就比较快 那里有多买吗 你有多买吗 我有买啊 我买都买在 这个郊区这边 他一栋差不多四万多美金 四万多就是一二楼 这样远一点 差不多离开首都 差不多八公里十公里 对开缺就很方便 对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感觉比较远了 因为他慢一点 他全部发展好的话 就感觉 对就感觉很方便 对对 不是因为 因为他们一直吵嘛 一直吵嘛 所以说你在金边首都市中心 没有什么土地大的 写楼跟台湾一样 对 外面的空间涨不一样 对 就是你在一直发展 外面的空间 对 对 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嘛 那所以说 那个 对 那个金边首都 所以变成要旷大 就是这样 你们这边没有限制 我们这边没有限制 我们要生这个就限制 对对 那所以说 他们 他们大陆以前也给生一胎嘛 现在就给生两胎 那么在我们这边还没有限制 那所以说他们有很多的大陆人 他们过来这边做生意 然后呢 他们看这个环境还可以的 他们就在这边娶这边当地的老婆 然后就生几个就生了 所以他们就没有限制 在这边 比如说在我们金边首都来讲的话 我们的 我们金边首都的人 大部分都是 生两个三个 这样我们就不生了 因为我们这几个限制 因为我们生太多的话 我们要顾不了 好 哎 没有 我 我们基本的就是 六年嘛 六年 然后 他是这样小学六年嘛 然后 中学三年嘛 就是你初中嘛 初中 对啊 高中三年嘛 一样的 对 都一样的 不过说我们华人 在简主寨 我们的那个华文 没有大学 因为他政府不允许我们开大学 所以说我们的 华人在这边 我们读到初中 高中 高中后我们就停下来了 那有钱的人 再继续往国外留学 没有钱的人 就读到高中之后 就出来去打工 那比如说他们柬埔寨的 那个文字的方面 我们可以念到大学 我们可以考上大学 因为他不给我们的中文 跟他们的柬埔寨文 平常在一起 对 他们的这也不 其实来讲 我们说不好洗也可以 他也说我们的中文不好洗 因为他写的 写的文件都是从小学起 就很 觉得没有什么困难 OK好 国外国民我们的餐厅就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然后摆设和餐厅 那等一下到了餐厅里面 国外国民跟他俩拿那个餐件 因为我们进去里面用餐 然后呢就是里面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菜方面 我们慢慢去柬柬埔寨 我们慢慢去柬柬 不用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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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